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多语言站大促活动将以西班牙站为重点,据敦煌网方面介绍,这次双十一活动敦煌网会在西班牙站组织相应的独立促销活动,促销主题,促销内容涉及中国电子,户外登山,单身party,抽奖,品牌专区,时尚之都等主题。 此外,一帮动力网了解到,为了给西班牙站点引流,敦煌网也将在西班牙本地下血本花钱进行一系列宣传工作,除了包括PPC、电视购物、广播电台和EDM等线上推广外,敦煌网海外在当地电商协会向中小型企业进行推广活动,并在主要的地铁、公交线刷脸一个月。 实际上,敦煌网并不是第一次花仲本来促进多语言站的发展。 据一帮动力网了解,在今年7月份敦煌网的11周年庆中,敦煌网也针对多语言站举行首次小语种国际购物狂欢节活动来进一步扩大在多语言市场的营销员。 当时敦煌网也利用各种渠道,如PPC、GOO、GLE、SEO、YouTube、Yandex、Facebook等来给多语言站引流。 据悉,敦煌网面向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德语五大语言区的站点于2015年1月1日上线, 而俄语平台也早在2014年7月上线,而就在上线之初,敦煌网就给旗下多语言站下了为其半年的保护令。 在半年内对于产品和账户相关的一般违规行为,将以教育为主,而不处以冻结账户处罚这种办法来扶持新上线的非英语市场站点的卖家。 这可见敦煌网对多语言站的重视程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